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曾小巨 歡迎大家收看分行全接觸 今天會接播到大埔分行現場客戶 讓客戶問郭Sir股票問題 有經理Nono Non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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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大市成家暫時566億 你的投資氣氛會不會比較偏淡 那些客戶都比較審慎 現在暫時也是 明白 知道今天有三位現場客戶 想問郭Sir股票問題 是嗎 是 沒錯 麻煩你把電話給他們 好 第一位是梁先生的 好 麻煩你 喂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有些事想衡量請教 我兩款股票很心儀地買 因為有貨 現在是三一七風行業爆用 還有三八九八雨中車 還有三八九八雨中車 中車時代 明白 所以這兩款想看 這兩款在版法上也雖然不同 但我想看哪個潛質和響力 以及股價有些分成機會 好吧 好 明白 1317有豐業教育 暫時股價5.82 跌幅超過2% 挨近3% 另外38900中車時代電器 暫時股價42.45 跌幅超過1% 今日盤中低見超過一個月以來的新低 見到42.15 郭Sir 兩隻股份選一隻 你會推介哪隻 先說1317 豐業教育 其實認你增長相當不錯 但股值一點都不便宜 以終期每股賺9分人民幣來說 我就比你當好一致 下半年度相約 即是2毫多 但現在這個股價是5.8 元錢 即是等於市盈率是27到28倍 這個股值我覺得是貴的 再說 股價由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我説是3個多元錢 經過一段上升去到6.32 現在由6.32開始的下限 可能是跌浪的開始 因為剛剛跌穿10天線 現在碰到20天線 如果你問我買這隻股份 一再進一步向下限 跌穿5.4便要止虧 因為再深一點就是50天線 五元左右的水平 恆生指數現在跌穿10天 20天 50天 100天線 但它才剛開始跌到10天和20天線 從好的角度來看 它是走勢比大市為強 但問題是它股值高 28倍的市盈率 如果輕輕拉低 接近20至21倍的話 股價也會有明顯的回徒 否則整個大市已經報入中期調整的勢頭 我想暫時來說 不建議你買 如果你真的要買 我可以跟你說 目標當然是早前的高位 大約6.32 但一跌穿5.4便要止虧 最好就是忍忍手 因為累積的升幅實在太大 我説一月份 當時仍然是3.2元錢 去到近日的高位6.32 差不多升了100%了 老老實實 升了一倍的股份 從來就算基本因素更好 我都不建議高追 小心點 另外一隻就要看看 再選一選 另外那隻就是3.98 中車時代電器 暫時股價42.4 跌幅超過1% 這隻股份有否建議可以買入呢 這隻股值不算高 以往即是14倍的市盈率 其實高車和男車時代我一直都看好 不過大股氣氛不穩 所以相關股份 股值都會受到少少影響 但考慮到股值不算高 這一層由大概49元開始的回落 技術上是處於一個正常回調當中 那就要量度一量 以現在這一刻來說 由於股價在昨天已經跌穿50天線 今天第二天跌穿50天線 如果整個勢頭未能夠斷定 或者是回穩的話 進一步下降的話 目標一定是直至40元那頭 如果現在這分鐘買 40元是你的止蝕位 至於你又升多少 就要看大股能否斷定 去到2萬點 我自己覺得很尷尬 都不知道 任何反彈 初步的阻力 應該是44.5元左右的水平 如果可以等的 就先等一等 如果不可以等的 就輕輕賣一點 就不要買得那麼重手 不過短炒的話 40元是你的止蝕位 好 謝謝郭Sir 梁先生麻煩你把電話交給我們的分行經理 Nolo 是 你好 第二位的現場客戶是想問哪隻股票問題 那也有我代問 第二位的安位 好啊 好啊 就是陳先生的問題 他就問1號長和 已經跌到2月份的低位 現階段可不可以買入 明白 那1號長和最新股價92.75元 今天逆市是靠穩升0.162% 相對來說這些股份我們都覺得比較穩陣 這些時候可不可以部署一下郭Sir 如果你不是買來做短炒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大 是 不過整個大市氣候都已經偏淡了 尤其是指數已經跌到2萬點左右的水平 就算強於大市 大市要跌的 你都很難獨善其身 現在這一分鐘買的話 我自己覺得下限的風險 即使有都應該不會太大 當然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你問我買不可以買 我的解讀就是 你問我意思是買了會不會再跌 老實說這就很難說 因為整個大市去到2萬點的關口 仍然處於一個下限的形態 隨時有少少利淡因素出來 市況仍然還會反覆逐步向下沉 一個調整低位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講去本身的估值 我覺得是不算高的 況且我總是認為 長和的電訊業務 或者歐洲的零售業務 是有機會進行一個分拆 首先當然是資產重股 現在這一分鐘還未做 風險方面 就視乎大市的走勢 但如果你說作為中線的部署 現在這個鑑買 我覺得股值一點都不貴 不要忘記 這一層的反彈 雖然不是太過良麗 但它已經由100元做緊的水平 跌了下來 Lono 是否還有第三條股票問題 最後一位就是張小姐的問題 問6886華泰證券 他說IPO抽回來 一面剛買入拉低平均價 明白 見到686華泰證券 最新股價15.2毫8 跌幅超過4% 尼亞考書大市 你見到今天來講 曾經創超過一個月以來的新低 本中低見15.1毫8 這隻股份IPO抽回來 這時候可否溝淡貨呢 溝淡貨 溝淡沒用 24個北海IPO 最高見26.8 大家都不懂得走 當時升這麼少 但回頭那一刻 其實都頗兇 最低見過11.8 內地的股市近期來講 一路反覆穿梭在2,900至3,000點左右 而成交今夜 亦進一步萎縮 在現在這一刻 一中內地的券商股 沒有太多賣點 你當然想溝淡 24.8回來 現在15.5元 不溝淡何時見家鄉 但上一陣跌到11.8 12元 12.3元 要溝淡的時候 為何不溝淡呢 來到現在這一刻 你看到19.2元回頭 便貪便宜了 有沒有想過 可能會再進一步下降 要看資金分佈 如果上面有2,000股 這樣計算 到現在這一刻 你想買1,000股 我沒有太多意見 但我說明 你買完之後 還是反覆大元 因為A股仍然處於 一個反覆不明的形態當中 一旦跌穿了2,905點 近期的低位 上證指數很大機會 會進一步下市2,800點 甚至下降 我不覺得一眾券商股 會有太大的升幅 最低限度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沒有太多的憧憬 不過考慮到 你是高價買了一手貨 現在這一分鐘 不溝的 高價那手貨 真的很難見家鄉 唯有 上面有1,000 現在就買400 上面有2,000 現在就買1,000 即是逐心去溝 不過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謝謝郭Sir Lulu 暫時跟你談到這裏 謝謝你 麻煩你 繼續跟郭Sir跟進一下大市的情況 恆指最新報20136點 跌310點 國企指數8483點 跌144點 大市成交585億 而在恆指成份股當中 表現暫時最差的有中國 旺旺跌幅5% 報5.777 跟隨其後在康師傅跌幅超過4% 銀河月落跌幅同樣超過4% 排在第三位 時間差不多了 先跟郭Sir做新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你長者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吧